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咱们闲话少说 先来看一下影片 故事一开始 小恩的父母正在吵架 吵架的原因就是父亲工作狂 只想着工作不照顾家庭 包括儿子小恩在生病时也是一样 甚至他还有所抱怨 以后儿子生病这种小事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听到这样的话 母亲姚子是很生气啊 难道这儿子不是你亲生的吗 不久之后他们准备离婚 姚子和小恩搬进了姥姥家 这天姚子带着小恩来参加小学同学聚会 在一些同学的提醒下 他们才想起在童年时期埋下过时间胶囊 所谓的时间胶囊就是写给未来自己的一些话 而母亲姚子却忘记了里面到底写的什么 她这个记性和我差不多 忘性太大 聚会结束之后 小恩想要打开胶囊 母亲说等回家之后再开吧 省得弄丢了 小恩马上问道 回家是指哪个家 是咱们自己的家还是姥姥家 听到儿子这么问 姚子也知道 离婚对孩子的伤害确实很大 然后他带着小恩来到一间神社 童年时期的姚子经常来这里玩耍 但这个地方对于小恩来说 却是无比的恐怖 在他的眼中 这里的一切仿佛是有了生命 会吐舌头的大狮子 还有会眨眼的小狮子 最后他们居然走进了神社旁的一片森林 话说你闲着没事去点别的地方 难道不好吗 非要带着孩子来这里玩 也是孵了 这时小恩拿出了一枚徽章 他问母亲 你还记得这个东西吗 母亲说 这是什么啊呀 我咋不记得了呢 听到这样的话 小恩急速跑进了树林 这不是我妈妈 我妈妈不会说天津话 他为什么要跑进树林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在一声惨叫之后 小恩就神秘的失踪了 最后母亲报警求助 但警察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小恩 而小恩这边 好像进入到了另一个空间 他在这里遇到了童年时期的母亲 姚子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耍 所以遇到小恩也很正常 但他所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这个小孩 正是自己未来的儿子 姚子说 你要是迷路了 那就先跟我回家吧 就这样小恩回到了三十年前的姥姥家 这时的小恩也意识到自己穿越了 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后来经过问询扫地僧得知 这有可能是神明跟他开的一个玩笑 遇到这样的事情 只需要在森林里玩下捉迷藏 不停的对着空气大喊 藏好了吗 一直喊到有人回应 这样你就可以回去了 最后小恩为了让父母重归于好 就把徽章送给了年轻时候的母亲 并让母亲把尸挺的经过写进时间胶囊 如果哪天小恩失踪了 请到森林里寻找 他还拜托姚子劝说他的父母重归于好 虽然姚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他的父母到底是谁 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 然后画面一转 姚子这边瞬间回想起了时间胶囊的往事 当初那个小恩会不会就是自己的孩子呢 当然这样的事情说出去估计谁也不会相信 但姚子没有想到的是 工作狂却很相信 他说这个徽章我有印象 但是咱们一家人去旅游时 我给小恩买了这个徽章 想想那个时候咱们一家人真的是很开心呢 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这样 这时公司给工作狂打来了电话 按照平常的他肯定会接听电话 但这次工作狂却没有接听 一直为工作而发狂的他也意识到不管工作上有怎样的成就 都无法弥补这份亲情 最后按照胶囊中所说的方法 他们在森林中找到了小恩 影片的最后 姚子和工作狂重归于好 姚子也仿佛看到了童年时期的自己 到此影片结束 其实这里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如果当时小恩打开了时间胶囊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胶囊里会不会出现徽章呢 如果有的话 那小恩会同时拥有两个徽章 当两个徽章同时出现时 会不会突然消失 这个也不太好说 如果没有徽章 那时间轴线上又出现了问题 所以穿越这种事吧 我感觉往后穿越会很容易 但往前穿越会很难 一不小心就会死在穿越的路上 所以在穿越时要远离自己哦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节目见